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持续 从第二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与行相当 在东方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最近互联网最大的消息就是 人人网登陆纽交所 股价收盘报收18.1美元 市值70.7亿美元 一夜之间成为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前四强 这是继当当360之后 今年第三家赴美上市的中国互联网企业 而随后还将有世纪互联 土豆网 凤凰网等 近十家互联网公司在近期上市融资 不光是传统互联网企业在集体狂欢 移动互联网也风生水起 4月27号在北京举行了第三届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 光门票价格就高达1万元 当然在这个充满兴奋热钱 估值上市等热门词汇的行业背后 泡沫和质疑也是越来越多 因为经历了十多年的互联网大潮 在这个行业失败者也是屡见不鲜 大批的中小型创业企业的日子并不好过 选不好技术做不好市场是很多人面对的难题 那么创业者该怎么走出实验室 把自己的产品和项目拿到市场呢 实验室经济的解码也许会带给大家一点启发 黄宜是一家软件企业的工作人员 她的工作有些特殊 就是研究公司的用户对手机浏览器的使用喜好 这一面的墙 对 现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的东西 然后实际上它是一个单面镜 当我们用户在体验我们的产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研发人员 我们的工程师 我们的设计师 就会在观察室能够看到 他的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产品 在用户具体体验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全视角的体验室 工作人员可以发现用户对产品的第一反应 然后在这间用户体验室的隔壁进行进一步分析 这个专门观察用户体验全过程的体验中心 成了这款浏览器切入市场的法宝 而这个实验室模型 是这个企业几年前从同行那里学来的 中国实际上已经尤其在工师在互联网这个领域 把这个体验中心做的已经比较完善了 但是无线互联网还没有一家 因为那个时候还比较早 大概是607年的时候 那么然后我们就想如何做一家 在基于移动应用上的用户体验中心 对通过手机上网的人来说 浏览器是一个大门 无论是浏览新闻资讯 上网娱乐 还是网上购物 都离不开浏览器这样一个基础平台 数据显示 截止到2010年年底 中国手机网银规模达到了3.03亿 占网银总数的66.2% 较2009年年底增加了6930万人 正是看到手机上网的巨大需求 何小鹏和几个创始人 才做出了创办手机浏览器平台的决定 可是由于创业时的几个人 都是做技术出身 对于市场和管理并不在行 和许多创业者一样 他们走了不少玩意 以前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典型的流程 就是说你要把一个产品 有想法变成有进行立项 进行细节的需求的这个确认 然后进行评审进行开发 那么开发到中后期才会关注 这个想法到用户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好 让何小鹏不解的是 按照常理产品的开发流程 应该是从有想法开始 再经过立项评审 然后进行技术开发 可是几次实践却发现 经过这几道工序的把关 最后研发出的产品 并不一定会被市场接受 这个疑问让他们看到了 实验室成果转换的关键问题 用户买的不是一个技术 用户买的最终是一个产品 和一个服务 一个好的技术 能不能转化成一个产品和服务 这就是一个核心的 从技术到服务的转换能力 好产品的产生 既然离不开技术和服务的转换 那么这个转换的文章 怎么做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发现 好技术要想成功转化 和专业机构的设计 直接相关 我也看过很多的互联网公司 他们都是产品经理 经纪项目经理 或是研发经纪经纪项目经理 这个时候他们往往就会陷入一种 我要不然去关注研发权 我要不然关注做什么样子 但是实际上 我到底推迟了多久 推迟了什么样 以及我的所有团队 对于一定要准时发布 有必要这样一个概念 他们并没有一个亲信 所以羡慕部门 是对于快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保护的 这样一个体制 此外 如今的移动互联网 不仅是大鱼吃小鱼 更是快鱼吃慢鱼的市场 一个好技术好产品 要想获得好的销售业绩 还要不断加快技术开发转化的速度 其实我们看到 过去的十年的互联网发展 在中国有很多企业 在这个方向去创新 但是竞争极其激烈 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产品 基本上是按每一个月 发布一个版本的周期 这对于传统的软件业来讲 是不可能的 比如像微软的话 应该一个产品 是以两年为一个产品周期的 今天作为互联网 需要一个月一个产品周期 作为一家以技术为核心的民营创业型企业 余永福坦言 如今的互联网行业的竞争是残酷的 作为创业型企业 不仅要面对创新的压力 更要承担研发资金的投入的压力 从公司成立至今 由早期获得的400万元天使投资基金 新的投资者包括阿里巴巴和诺基亚成长基金 所有的这种创业企业都会面临一个压力 就是你为了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 当然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投入 比如说在过去的几年 我们每年都是几个亿的投入 这对一个创业或者中型的企业来讲 都是巨大的成本的压力 这时候考验的是什么 你的坚持和你的信念 你的专注 你相信这些技术的投入 能够滚动的创造价值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把实验室的技术成功转换成方便实用的产品 恐怕是刚才这家企业在竞争中立足的法宝 和众多中小科技企业相比 国内众多的科研院所技术研发实力十分可观 然而他们的科技成果转化难 却也是最大的难题 今年来我国科技经费投入 以每年20%左右的比例增长 年投入额达到4600多亿 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有3万多项 但科技成果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低的局面 没有明显的改观 有人估算 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 大约在25%左右 真正实现产业化的不足5% 那么有着技术力量雄厚的科研院所 该怎么敞开产业化的大门呢 在武汉我们认识了从事通信工作的龙先生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半年前入住的新疆 龙先生所住的小区是光鲜到户 小区的居民通过光鲜用户可以享受到三网合一 一根光缆解决了看电视上网打电话三个问题 过去我在那边原来那套房子住的时候 我的数字电视我一年要600多块钱 我的宽带一年要1300块钱 加起来就接近2000块钱 我还没有办电话业务 如果办了电话业务的话可能就是超过2000 现在我只需要1300块钱 就全部都搞完了 全部做好了 不仅如此 用上光鲜的龙先生 他的新家和过去相比 网络的速度提高了许多 发一个两个照片的邮件 那么这个邮件差不多有六照路 那么以前是发不出去的 现在我只需要 现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速度 基本上它是非常的快 六照的邮件基本上可能半分钟左右就发完了 像龙先生居住的这类小区 在武汉还有很多 一根细如发丝的光鲜 可供几千万人或同时在线通话 或传输文件或视频聊天或收看电视 而谁又能想到 这些光鲜是从一个研究院的简陋实验室里 一步步走出来的 我最初没有人没有钱在厕所里面做实验 厕所边上的洗水间做实验 四五个人的样子 不过呢 这个 后来呢我们慢慢慢慢 因为这个方向是对的 总归会成功 对吧 所以呢我们做到76年的时候 就有点效果了 赵紫森武汉油电科学研究院高级技术顾问 中国工程院院士被誉为中国光鲜之父 1973年赵紫森在一无资料二无设备 条件又十分简陋的情况下 开始光鲜研究 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和挫折 终于在1979年 拉制出中国第一根具有实用价值 每公里衰后只有四分贝的光鲜 我现在呢 已经离开实验室了 但现在我们的实验室都是很高的装备了 那个装备 那不肯定不是下平底路是定的 对吧 是微调机构啊 怎么我们做那个连接器 是吧 一查就能接通的 这个连接 混动连接器 我们都生产这种连接器 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水平呢 和这个世界水平啊 我们呢 和发达国家比 我们还算是比较好的 在武汉烽火科技集团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里 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正在忙碌着 八年后的杨琪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他正在和同事们进行一个1000G的传输实验 我们现在研究的是1000G的传输实验 他们就相当于是100万个人使用 这一根光纤的一个传输容量 他们对于一个800万人口的城市 那么八根光纤就可以满足 这个采用我们这些技术就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了 一根细细的头发丝一般的光纤 凝聚着几代科技人员的努力 武汉油电科学研究院是中国光通信的发源地 也是国内唯一级光通信领域三大战略技术 通信系统光纤光缆光电器件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于一体的科研与产业实体 而光纤之所以能成功走入市场 和这个研究院在2000年的转制分不开 从一个科研院所转制成为一个企业 确实要经过一个阵痛 这种转变可以说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它涉及到了首先是我们的思想观念 要从一个单一的追求技术领先 到追求我们的产品去服务于市场 在市场上要领先 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 我国已有数万家科研院所进行了转制 武汉油电科学研究院转制成烽火科技集团 当时有的转制企业释放的生产力 获得了高速发展 但大部分转制后的科研院所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甚至一直处于谋生存的境地 佟国华告诉我们 改制初期他们也很不适应 我认为我们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是服务这么多设备走向一线走向市场 应该说每个设备它总会是有问题的 有很多很小的问题 当时因为也有困难 是用户可能对光通信也不了解 他们也不会用 必须得让我们的人去 让我们的服务能力又没有 又缺乏 所以我们后来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 去建立我们的服务队伍 培训我们的服务队伍 同国华说 过去作为一个研究院 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自主研发的技术 而随着院所转制成为一家企业后 他们除了自主技术研发以外 还必须要走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 以及集成创新的道路 目前他们已和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和西安邮电学院等许多大学 建立了广泛合作关系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很多技术拿来 为我们的产品 为我们的基层的服务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些合作 来嫁接我们的一些管理 和我们的一些 面对市场进行研发的这些理念 去启迪和引导 跟我们合作的这一些科研院所 和大学院校的老师们 去面向市场 面向经济建设的巨山场 转制后的研究院 已经成立了国家重点实验室 随着近年来 电信广电行业的飞速发展 光栏的需求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国家三网融合的新政策推动下 由于旋转的技术开发的方向 迄今为止 在我国通信网中 每七八公里光栏 就有一公里 是由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提供的 还有至少两公里光栏 来自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曾经扶持过的企业 作为短制的科学院 说逼着我们 必须要走向市场 必须要去面对市场 我们从一个 从吃黄粮的这个年代 变成了一个 要自主谋生的这个年代 我们必须 要在市场上 占用脚工 靠什么 靠技术创新 靠我们不断地 技术创新的这种能力 在完成技术创新 和成果转化期间 科研人员 也越来越关心 企业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 光纤行业的生存和发展 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其中 光纤预制棒 便是影响我国 光纤光蓝产业腾飞的 一个薄弱环节 日常使用的光纤 就是通过光棒 拉制而成 但这一重要的原材料 却始终受制于人 中国的光棒 大概70%左右的量 是来源于国际市场采破 而在这70%中 一大部分来源于日本 为了解决原材料的矛盾 2009年3月 烽火通信 与日本腾仓公司 达成合作 双方成立的 烽火腾仓公司 结合日方最先进技术 在国内大规模低成本 生产光棒 在计划中 原本今年4月份 新基地才会投产 但日本地震发生后 日方迅速推动基地 启动进程 三月底 新基地生产线 已具备生产能力 实际上烽火通信 早在十一五期间 就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十一五期间 我们就在布局 我们自己自主的光棒产业 或者说 这个光棒是由在中国本土来 进行制造 以摆脱对国际 这个自然灾害 或者政治经济 怎种变化的影响 机构转换了 身份转换了 技术也自然随之转换 这是我们从武汉 邮电科学研究院 转制的经历中 得出的一个结果 原来的科技人员 在转制后成了企业员工 学会了走向市场 自主谋生 这种蜕变帮助他们 把科技成果最终 转化为生产力 现在随着中国的 对外开放和自主创新 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科技 当作进军国际市场 实施产业升级的法宝 这同时对我们的 科技成果产业化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那么在这方面 跨国企业的实验室经济 给我们怎样的启发呢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收看 欢迎回来 实验室经济听起来 是一个非常时髦的经济词汇 很多地方都建有各种孵化器 并给予政策和资金的 优惠与支持 目的就是为了把 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的 金蛋孵化成金凤黄 那么在实验室 走向市场的道路上 跨国公司在制度和策略上 又是怎么做的呢 Ready Go 在上海紫竹科学园区 英特尔的环境实验室里 设计师盛晓峰 正在做一个 学生笔记本的跌落实验 一个跌落实验 那实际使用情况 可能是比这个要复杂的多 因为在教室里面使用 它是很难去 很难有一个固定的 摔落的方式 当我们在做测试的时候 会从各个角度 不同的角度来把它摔下来 试试看它的 抗摔能力 你做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就是 能够保证 因为在教室里面使用 它是移动性的 它有可能是站着用 有可能是坐着用 在桌子上 小朋友吵吵闹闹闹 有可能会把机器 碰到地面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障这个机器能够经得住这样的弱衰 由于这个产品面向小学生使用 所以围绕着小朋友的特点 要进行不少技术改进 比如说我这台电脑边上有一盆水 有一杯水 那我撒在这个键盘上 它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这样撒进去 所以其实你 小朋友他可以有三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这个电脑关机 把自己做的一些东西存储好 然后关机 然后把这些水翻过来倒掉 倒掉之后 晾干 再开支 就没有问题 所以通常的电脑 它可能撒下去 它会自己就会出问题 那我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的防水的措施 在这地方做了很多的防水的措施 水是可以 它大部分的水是可以从下面流下去的 英特尔的技术人员告诉我们 目前这个电脑产品 已经有60多个国家和他们在合作 有2000多所学校部署 或者正在进行试点 随着用户量不断增大 实验室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 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 研发学习本的六年的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一直不断地在实践 这样的这种理念 就是说实验室的这个东西 它首先需要被用户所接受 然后不断地把用户 在使用过程当中的一些体验 再反馈到实验室 然后实验室再进行 不断地进行修正 在上海紫竹英特尔研发中心的 另一个实验室里 我们见到了魏文和他的团队 这个实验室诞生过世界上 第一台上网本 当年上网本开发的时候 还是一个保密项目 因此他们无法请第三方 去做市场调查 而如果没有用户的体验 所有的实验都是纸上谈兵 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07年时候当时我们有1500员工 1500员工意味着 我们已经可以从里面去取样 取出来这些代表消费群体 去做一个市场的分析 当时我们就由我们的人力资源部 把我们分成了三组 然后第四组 我们就从食堂里面 在做一些 在食堂里面工作的那些工作人员 请他们来代表第四组人 所以我们在经过调查 最后发现分析 他们最后觉得 这个七寸是很好 可是它在使用起来 它的键盘很不舒服 那么他们最后大家经过 已经要发现 在携带跟使用和看屏幕来讲 发现十寸是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尺寸 经过了前期市场调查的技术研发 企业终于拿出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设计 在北京英特尔中国研究院 方院长也为我们介绍了他们的专利墙 英特尔中国平均一年获得国内国际五十项以上的专利 而这些研究成果百分之八九十都能投入到市场 就是因为从研究项目来讲 它本身是一个像喇叭型的 从项目的投入来讲 我们是先轻后重 就是前期的我们投入是比较轻的 但是越到后面就投入一种 从项目的个数来讲 那是前面多后面少 就是前面可能是有十个项目 那在这个中间不断在进行筛选 那最后可能留下三个 在信息技术领域 谁掌握市场前沿 谁就掌握了未来 一些前沿性技术的开发 总会最吸引人的眼光 在今年的英特尔信息技术峰会上 基于手势的人际交互 人脸表情模拟 和社交电视等一系列前瞻的新技术 也被大家所关注 对 你看我是男士 说一个M 蓝色的框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 刚才剪的从女士来的话 那么就给你推荐一个 女士比较喜欢的节目 对 就是说女士喜欢化妆品啊 服装啊 就给你推荐过来了 如果男的过来 那么就给他推荐男士比较喜欢的汽车啊 或者是一些刮护刀啊 领带啊 这些产品 而且它背后有一个很智能的 就是说这个客户分析的引擎 因为它知道你的性别年龄 然后 怎么会知道我的年龄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 背台后台有一个人脸的 这个分析的一个引擎 它就通过就是检测出人脸的那个特征 然后就可以识别出你的年龄 就我们分成四个客户群 有这个小孩 然后少年 还有成年人 还有老人 然后这样的话就根据不同 比如你老年人就推荐一些保健品啊 这些这些个产品 小孩玩具 还有一些小吃点 他会很感兴趣 然后另外这个节目 你也可以相应的推荐 小孩比较喜欢动画片啊 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 由于中国市场的空前繁荣 英特尔在中国的研发投入 居美国本土之外首位 提起跨国企业在实验室经济方面的高投入和高产出 英特尔中国区负责人认为 国外企业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我们有一个理念 叫做不做爱菲尔铁塔式的研发 就是做出来看的 就英特尔 我想我们公司多年来有一个传统 就任何时候我们研发一个技术 最终都是寄希望于一定要进入市场 所以也做一些理论性的研究 但任何时候英特尔做我们产品技术研发的时候 最终目的一定是要进入市场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0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6980亿元 比2009年增长20.3% 科研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 体现了国家对自主创新越来越高的重视程度 但遗憾的是 一些科研项目依然是非常浓重的学术思维模式 有技术成果却在实际应用中难觅踪影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实验室经济越来越受到重视 为了尽快的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 一些重大科技项目都采取了和企业合作的方式 根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 目前国家863计划课题的依托单位中 企业占到了30% 国家重大专项课题中 企业牵头的超过了50% 这个数字显示出了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生产力 就必须加强科研人员不擅长的市场意识 服务意识和管理难题 目前中国的实验室经济还正在起步之中 和发达国家相比呢 我们还有很多需要追赶的地方 希望我们的科研人员更多的转变思路 带着市场的意识走进实验室 这样呢 我们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道路才能走得更快些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有什么好的线索和建议 可以发至我们栏目的QQ83083 稍后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